丰园庙洞复兴商圈每年都会推出购物嘉年华的行销活动 今年适逢台中铁路高架化通车 而商圈吉祥物福卢地也化身为列车长参与宣传 还发表首张同名单曲 希望透过歌曲带领大家认识丰园著名的糕点和庙洞商圈的美味小吃 一位商圈来早逝 商圈吉祥物在舞台上又唱又跳 台下长官也忍不住上台一起参与 丰园庙洞复兴商圈每年都会推出购物嘉年华的行销活动 今年适逢台中铁路高架化通车 而商圈吉祥物福卢地也化身为列车长参与宣传 这个活动每年都推成初心 因为庙洞商圈是一个持续在成长的商圈 它有很多的议题 这一次又搭配以铁路高架化为主题 福卢地是我们在议员的支持底下 推出的一个非常好的吉祥物 也整个代表我们复兴商圈 庙洞复兴商圈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形象 商圈推出吉祥物来代言 还发表首张投名单曲 藉由歌曲带领大家走遍风源的各大景点 品尝著名的糕点和庙洞商圈的美味小吃 我们第一次跟这个铁路高架联合 结合在一起 我们是第一个案例 希望其他的商圈也能够陆续根据我们这样子 让他们把所有台中市的商圈 也能够把它拉搭起来 谢谢 那今年结盟我们铁路高架 我们有一个指标 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吉祥物 真的是很可爱 像局长所讲 明年或许会搭配 延续我们2018世界花博 这次活动也首次跟银行结合 打造全台首座红利数位商圈 只要在指定店家就可以利用红利点数 折抵消费金额 还有机会获得电动机车等大奖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 记得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